春晚再也见不到的小品演员 陈佩斯太让人惋惜 第一位 赵丽荣 赵丽荣老师在舞台上表演的作品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可惜这位老艺术家因癌症去世 把人间的笑声带去了天堂 第二位 郭达 蔡明曾在节目上表示 郭达含泪隐退的原因 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老了 身体也不好了 再加上春晚的压力太大 所以她就有点承受不住了 第三位 赵本山 赵本山是当之无愧的小品之王 曾是春晚最受期待的小品演员 只可惜她因为身体原因 永远地退出了春晚的舞台 第四位 宋丹丹 宋丹丹作为一名喜剧演员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她出演的众多春晚小品 都成为了快智人口的经典之作 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变大 宋丹丹渐渐承受不住春晚的压力 于是选择退出了春晚的舞台 第五位 小沈阳 小沈阳当年凭借不差钱 红遍大江南北 而后她也推出过很多小品 但是都没能超越不差钱 因此小沈阳表示小品太难了 渐渐退出了春晚的舞台 第六位 范伟 范伟和赵本山这对黄金搭档 当年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作品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有些表演就不太想参与了 第七位 陈佩斯 作为喜剧大师的陈佩斯 备受观众喜爱 她与朱石茂共合作 登上了11次春晚 只可惜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退出了春晚的舞台 第八位 冯拱 作为央视春晚钉子户的冯拱 也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欢笑 可近两年舞台上少了她的身影 对此她表示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第九位 高秀敏 舞台上嗓门很大的高秀敏 总能逗的观众哈哈大笑 只可惜添露英才 年仅46岁的高秀敏 突发心脏病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你最喜欢哪一位小品演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